捐贈一事上 由其安公主委童勇 亲自将总价值超过 六百多万元的医疗器材 捐赠给三军总医院 基隆分院 希望发挥妈祖救苦救难的精神 先进来我们都提供 这有着大家好 这个救客人也感谢他 不是说一定会 这不是这个 这有着地方 有着地区的玩家 很有帮助 包括国防部军事局局长 及分院的医师 护理师都出席这场捐赠仪式 这批设备包括了 高化质电子室的胃镜 大肠镜 脊椎内视镜机械组 推床及全自动燕光机等 十多项器材 全都是医院迫切需要的 每年都由庆安公 同主委带领之下 每年都捐赠我们 非常多的医疗器材 让我们的医疗设备 以及对我们在地 乡亲的医疗服务 可以做更周延 更周全的服务 对于这一点 我们非常非常地感谢 同主委领导下的庆安公 各位委员对我们医院的支持 那这个部分可以增进我们对于 我们这个病患 还有这个病友的服务 还可以更完整更周延的 提供最有效率跟最 这个精准的医疗的服务 其中最受瞩目的是这一台自助缴费机 只要拿着单具轻轻一扫 就能够轻松缴费 相当快速又方便 会减少很多接触跟等待 那其实在 我们在扫描 因为其实各个医疗诊所 其实有的单位已经很早就已经实施 我觉得方便民众在缴费节省时间 还有五指化 还有方便性 而且还可以 我觉得还可以用那个手机的支付 我觉得这是对于民众来讲是很方便的 庆安公寂若扶贫 长期关心金融地区的医疗资源 每年都大手笔捐赠医疗器材 希望持续帮助三种金融分院 添购更新颖的设备 让医院救人济世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